太吓人了 一头机械战犬猛地扑来 还好车手大帅身手敏捷 让他扑了个空 接着大帅冲到一堆废弃建筑里头 和战犬来了段猫捉老鼠 只见他飞上半空 战犬也发射推进器追了上来 但战犬没保持好平衡 硬是从坡上滚了下来 等到大帅回头看去 发现战犬的机身捅进了钢管 他小心翼翼地凑上去 看到战犬嘴罩防护套 双眼也直冒红光 似乎杀气腾腾 但大帅却不停安慰他 说自己没有坏意 等到战犬保持冷静后 他便走上去拔出钢管 而战犬的眼睛也变成蓝色 看来是对大帅有所信任 随着电话传来信息 大帅发现这是战犬发来的消息 说要让他给自己维修机身 接着大帅拽走战犬 将其安放在了货柜箱里 并通过手机上的软件 打开了战犬背后的工具箱 他还摘下自己摩托车的挡板 箱在了战犬身上 像是真狗一样 用鼻子不停往大帅身上蹭 接着大帅慢慢安抚战犬 摘下了他嘴上的防护套 看着战犬嘴里那满满的锋利转齿 大帅看了都有些害怕 随后他骑上摩托 对着战犬就是一番斗狗 等到午后 一辆卡车缓缓驶来 战犬听到动静 立马冲了过去 跳到了车厢上 司机小美吓得半死 大帅也赶紧跑过来 不停地安抚战犬 说小美是他的妮友 并不是什么坏人 见战犬还没放下戒心 大帅便让小美上手去摸一摸 这才令战犬对其保持友好 他们玩到晚上 战犬看着这对情侣在那里浓稳 额头的扩音器居然放起了音乐 还利用投影装置 在平地里来了个野外敌四颗 可两人并不知道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发明战犬的科学家看在了眼里 这头猛男机械战犬也太可爱 不仅像真狗狗一样爱撒娇 你卡里没钱了 还能自动黑入银行 帮你成功提笔巨款 就连车轮胎线图里了都不怕 只要把拉索套他嘴上 战犬一发烈 汽车就成功出来 看着这机械战犬 想养的快点个赞 但具备如此多功能的战犬 并不是发明给人当宠物养的 而是用来当作战场武器的 军方特地投资了数千万 研制出了这款具备高强度杀伤力的机械战犬 可就在前几天 研究基地走丢了一只战犬 现在却被大帅捡到 将其当成了宠物来养 只见战犬头上冒出一个遥控器 大帅拿起来就把自己的指纹往上弄 而这样便能把自己的DNA栽入战犬 让其完全听令于自己的控制 但这时无外来了的男人 那正是大帅的情敌阿王 对方一见到阿帅 上来就想打他 谁知战犬猛地冲出来护主 按着阿王就往地上不停摩擦 还一口咬住脚 硬生生地把对方往身后拽 大帅看阿王现在一脸怂样 逼着对方就要给自己道歉 接着便让战犬解除战役 将阿王当成友军 等到对方跑了 大帅和小美也有事要回家一趟 便留下战犬在小屋 然而等到晚上 阿王却叫上哥们前来报仇 而由于他已经被当成友军 战犬看到他都没有一丝战役 只见阿王沿路倒上汽油 将战犬引到了油上 接着打开喷火器 直接把战犬烧的机体大面积受损 等到大帅两人赶回来时 战犬已经无法动态 为了给其维修机体 大帅把他带到了维修间 一番的拧螺丝和电线下来 战犬的机身也逐渐被修好 现在就剩长达两小时的系统挥处了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科学家已经追踪到战犬位置 派出部队赶来回收 各种部队来到机械战犬面前 谁知战犬忽然苏醒 一头撞飞了面前的士兵 接着他跑出室外 准备找放火烧他的阿王复仇 只见战犬来到派队上 猛地朝阿王扑犬 就算对方躲到了车底 主人大帅却及时赶到 命令战犬立马驻守 然而这时 天空飞来无数架电机无人机 将战犬垫得全身麻痹 等到他整个机梯倒了下去 军方部队也赶了过来 将大帅两人和战犬带回了科研基地 谁知战犬苏醒后 欠自己主人有难 一番怒吼就把科学家吓得逃走 而此时外头布满了部队 小美便决定出去自首 为他们拖延时间 接着大帅骑上摩托 和战犬一同冲出门外 部队健壮赶紧派出支援 对着他们穷追不舍 可此时他们身处百米的高牙 一员一狗猛地就从背上摔了下去 而大帅也因此折伤了右手 无法带着战犬一同逃脱 可看着军事直升机就在面前 再等下去 他俩都得完蛋 大帅想让战犬听令赶紧自个儿跑 但由于战犬的首要侄子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主人 只见他朝身后冲锋 就算电机无人机将他机体电到受损 战犬都依旧坚持奔跑 谁知他忽然站在原地 回头望向了大帅 原来战犬启动了自毁程序 只有跑远了 才不会伤及主人 而且他也不想让自己的数据被军事获取 以来造成更大的战争 为此他不得不启动自爆程序 接着战犬转身对着直升机怒吼 全身机体变猛地爆炸 形成猛烈的蘑菇云 最后大帅为了怀念这只可爱的战犬 和女友领养了之二哈 并开始学习机器人研发 等待有朝一日 能够再次见到这只战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机器猛犬》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